因为出场顺序不同,男方性格不同,对他的爱不同。 不过如果玄斌在宋仲基这个位置出现,他们也不一定能结婚。 因为玄斌是一个完美情人,但对乔妹来说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丈夫。 玄斌是忧郁性男神,能想到的对比案例是梁朝伟。 比如不爱说话,容易害羞,当然只是在某些方面,玄斌在社交上要比梁朝伟好很多很多。 但因为是这样的有寓意,数家型男神,所以在婚姻上应该不能适时照顾到乔妹。 粉丝不要喷我,我是玄斌的迷妹,理性分析。 另一方面,男神条件实在太好了,从小到大都是国宝级人。 所以她的恨爱在乔妹心里的感受应该没有送那么深。 他们俩的恋爱就是男神和女神的恋爱,双方都不会让步的那种感情。 而宋仲基是雪霸,处女做男神并且据说是追乔妹追了很久。 在宋慧桥和赵映成拍戏期间,就被赵映成牵血一直在追乔妹。 可以说是很宠乔妹应该是是无惧系的照顾着乔妹。 安排的明明白白那种他们俩的爱情,纵是会让步的溺爱乔妹的那种婚姻里水不想做一个小公主呢? 他们在一起很好是因为他们两个本身就是很好的人。 你想要这么好的爱情,那就先将自己变成这那好的人。 否则说再多的相信爱情都没有用。 因为归根到底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不是爱情而是我们自己啊。